8月27日,字节跳动确认抖音国际版TikTok全球首席执行官凯文·梅耶尔辞职的消息,并表示尊重梅耶尔的决定,也感谢他为TikTok付出过的努力。 而今天距离这位全球CEO正式加入字节跳动只用了不到三个月,今年6月1日,凯文·梅耶尔高调加入了字节跳动,担任字节跳动COO兼TikTok全球CEO,负责TikTok,Hello,音乐,游戏等业务。 在进入字节跳动之前,凯文·梅耶尔已经在迪斯尼工作了20多年,对于入职字节跳动,凯文·梅耶尔曾满怀信心地表示,TikTok创建了一个充满创意, 积极向上的全球线上社区,这是非常难得的成就,让所有人耳目一新,我们将带着共同的使命和愿景,继续推动字节跳动在全球范围的成长。 然而6月以来,TikTok的业务扩张并不顺利,公司接连遭遇了来自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的行政令。 本周一,TikTok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递交了起诉书,正式控告美国政府日前发布的,与该公司及母公司字节跳动有关的行政令违法, 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重压之下,凯文·梅耶尔决定辞职,他在内部信中表示,他决定在今年春天加入这家公司,是因为字节跳动是独一无二的。 他提供了一家正在改变全球互联网格局的公司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但近几周来,随着政治环境的急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他决定离开公司。 他说,我想澄清的是,这个决定与公司,我对未来的看法,或我对我们正在建设的目标的信念,没有任何关系。 张一鸣理解我的决定,我感谢他在这方面的支持。 凯文·梅耶尔在内部信中还提到,从员工的角度来看,相信绝大多数工作都会保持不变。 有消息说,梅耶尔曾经反对字节跳动起诉美国政府,美国投资人都比较反对,但张一鸣坚持。 字节跳动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一鸣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尊重梅耶尔的决定,并感谢其加入字节跳动以及他对公司付出过的努力。 凯文·梅耶尔的辞职消息传出后,多位投资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观点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认为凯文·梅耶尔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此时辞职属于体面下台。 第二类观点是认为随着美国政府和字节跳动对抗加剧,梅耶尔明哲保身不想置身其中。 还有人认为TikTok的辩解在美国的高度流行,暴露了更多社会底层问题。 所以TikTok的问题本质不是一个技术或资本层面,而是舆论管制的问题。 梅耶尔作为美国人难以对抗政治正确。 据了解,TikTok美国总经理瓦尼萨·帕帕斯将暂贷TikTok全球负责人,并继续带领TikTok美国团队。 瓦尼萨此前为YouTube效力7年多,曾担任该公司的全球创意总监,并负责为YouTube上的网络红人和名人制定账号成长策略。 据最新消息,TikTok可能在48小时内被出售给微软,而梅耶尔是因为被排除在对微软或甲骨文的出售案中而提出辞职。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